昨天這個證件發表會 然後賴清本他說他的賴皮療要公益信託 那當然他還反調就是大城管之類的 那你怎麼看 呃一個是違法一個是合法 一個是違建一個是完全合乎法律規定 那違法的東西如果透過信託就變合法 那我們這個信託法也不是專門在幫賴皮的大官合法化 或是說讓他臉皮變薄的這種工具 就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完全是錯誤的想法 因為違法的事情就是違法 不會因為透過信託就變合法 就是賴清德昨天他宣布他捐出他的萬里老家 那他同時也要侯市長說 把那個大權管跟凱旋營也捐出來做公益信託 但是他也被人發現說沒有繳稅 也沒有登記在他的名下的房子 而且還有網友發現 國安局跟賴清德哥哥租房 德標廠商李炳泰跟新潮流好像有關係 那怎麼看趙航剛剛也宣誓說 他辭職書準備好了如果你一捐他就辭 然後那個民進黨也說 質疑文大宿舍有逃稅 因為各公司跟個人民意最近有差別 那你怎麼看 好 一個記持的文件 到底要不要監 那由個人自己去做決定 不過 違建監出來要政府回覆 那政府是拿著納稅人民的錢 來維護一個 圍張建築 的繼承維建 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啦 這自有評價嘛 那那一幕總統 我享有特權也這麼久了 做事情 要想想自己的分寸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態度啊 至於我的大勤館 五年前大家都查得非常清楚 我從三十年前 一開始就合法繳稅 而且還開花表 而且建築物整個都是合法 台北市政府 已經去檢查過多次 都是合法 也不是違章建築 也不是沒繳稅 完全按照法令來做 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 賴清德喔 他基本上呢 就是緩兵之計 推托之職啦 當段不斷 模糊焦點 你要捐喔 今天就捐嘛 什麼等到 礦區的居住權問題解決之後 我再做公益信託 第一個礦區的居住權 什麼時候能解決呢 那是要報給經濟部礦物局 礦業局呢然後在變更以後 再交給其他的政府單位 甚至地方政府在變更嘛 我是覺得太拖了喔 我這邊寫了空白的辭職書 分給大家喔 我唸一遍給大家聽喔 受文者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自即日起辭去貴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理及董事職務 辭職人趙少康 董事長日期幾年幾月幾日 那我簽名跟日期我是空白的 賴清德只要今天捐出來 我今天就遲 他明天捐我明天就遲 不要拖啦 不要再拖啦 要拖到當時 至於其他礦區的住宅 安心放心啦 因為不會拆到你們 因為牌還排不到你們 但是賴清德被酸總統啊 被酸總統道德標準應該比較高嘛 所以呢我會請人把這個 或是記者幫我拿一份給賴清德 他只要遲我立刻簽名 然後呢就 就生效 不要拖了 以賴清德的拖法 明年大概都解決不了啦 因為進行到年底了嘛 更不要說選錢 所以是不是大家分給大家看看 拿著給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明天請 好 來 總署長這邊 總署第一點 來 委員這邊這邊 右邊這邊 來 總署長這邊 謝謝 可以嗎 我一份給大家 只要他捐 只要他捐我立刻指 但是呢 你這個拖拖拉拉就沒有意思了嘛 對不對 我每天都會來叮 我每天都來催 我每天都會看看清德兄 他當時真的要捐做公益 我想他只要一捐 我立刻就指 哇 賴清德他說要把這個賴皮寮交給這個信託 那你覺得他是不是一個假動作 因為2012年蘇嘉群其實也捐出他的農舍 不過這個農舍因為難管理 所以當初的這個公所又把他還給他 現在賴皮寮他就是一個違建 他捐出去之後是不是也違建 而且違建可以捐嗎 違建能不能公益信託這個要 這個要查一下 這我不知道 應該沒有先例 賴皮寮他那個憲兵啊 今天早上傳出要這個撤崗哨了 那是代表當初這個涉港本來就是有問題了 不然為什麼現在才要撤這個崗哨呢 而且還聽說就是賴清德他很多的居所 其實都已經有派這個涉港哨了 你覺得是不是把國家的憲兵當成私人保險 那個保 那個是這樣啦 總統副總統本來國安局就有一定的規則 我是不曉得 像這種話 應該是國安局出來回答 因為那個憲兵要設崗哨 按照國安局的條有一定的標準 所以我是不曉得為什麼他那個要設 不過我想這個應該是國安局要回答 也不用其他人幫他回答 其實這是一個證監發表會 我覺得剛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藍綠就永遠在那裡罵來罵去罵來罵去 問題是對台灣現在面對的問題有什麼好處也沒有 所以我是寧可花一點時間來講 財政紀律 宿非治理 宿華改革 我覺得罵來罵去對國家沒有什麼幫忙 就是這樣啦 我跟你講在昨天之前我根本不曉得這件事情 因為我老實講 我回新竹也不會去那個地方看 但是我的個性是這樣 有問題我馬上處理 你看不像他 縮房被抓到又不肯改 然後稅集到現在 繳稅紀錄也沒有 被抓到最後 還叫憲兵去當他們家的保權監掃地的 你今天才說要信託 我跟你講 todate太慢了 當時有提到賴筆 如果幫我們講說賴筆的違建 現在就是死不拆 然後又全黨護行 會不會認為說 有可能會以一場民進黨的選情 甚至有一失十五命 太多了吧 這幾乎是要快一個遊覽車了 開玩笑 但是總之呢 我覺得過去呢 林志堅的論文一失五命 那現在賴清德的這個賴筆寮 也是同樣的一個狀況 甚至我們昨天啊 開車去的時候 就看到為什麼呢 進入入口的那個景點上面 其他的都有圖說 就唯獨呢 賴筆寮這個部分呢 是白的 仔細 仔細 超級仔細一看 原來原本他寫的是賴清 副總統成長老家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拿一個那個白色的布 把它整個貼掉了 所以副總統的老家很丟臉嗎 不就是因為副總統的老家是違建 自己心裡有鬼 所以呢 才把它給貼掉了 那為什麼既然都知道是違建了 不好好的把它拆掉 你當初 南鐵東移的時候 拆人家的家 拆的這麼的囂張 拆的這麼的大力 結果你自己家裡是違建的時候 你卻到現在都死不拆 還甚至把其他普通的民眾一起拖下水 我們今天 要檢視的是 你是民進黨的主席 你是現任的副總統 你是總統候選人 那你就應該用更高的標準 來看待自己家裡的違建 不過昨天是不是有新增一個打卡點 契德功德院 那也是我新增的喔 我昨天到現場的時候就 新增一個契德功德院 不過馬上就被秒刪了 那至於被刪除的原因不明 但我知道有很多人 包含他們有打卡點 賴皮卡丘之森啊 然後或者是什麼打香腸的 就是反正呢 大家就是發揮自己的創意 幫這個賴皮療 增添很多歡樂的氣息